很多年前 我曾读到过一句震撼的话 你知道想念一个人 是什么感受吗 是一整夜看着天花板 彻夜难眠 想念是人类一种很奇妙的情感 不管你在做什么 不管你遇见多少人 心里总会浮现一个人的样子 默念一个人的名字 听到很多人说话 但是想听的只有她的声音 遇见过许多面容 但是想见的只有她的笑容 想念总在不经意的瞬间 窜出心里 风吹过发烧的时候会想起她 天空闪烁星光的时候会想起她 曾想穿越茫茫人海去见她 也想像她的影子一样 与她难舍难分 也许旁人会问 如此这般的想念值得吗 早知如此半人心 何如当初莫相识 其实人的一生中 能让你真正动情的次数 寥寥无几 甚至有人一生中都没有遇到过一次 即便动的情是如此这般痛彻心扉 但那也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真情 也算领悟了人生的一种滋味 不枉来红尘一趟 林辉音曾说过 人哪 一动了情 就开始窝囊了 不信你自己看 无论今天把话说得多狠 明天一醒来 还是很喜欢她 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 可是那个位置 谁也代替不了 一场相遇 一生回忆 见再多 不如一个你 也许人的心房太小了 现在装进了你 就很难再挤进另外一个人 也许人的记忆是有限的 担心一旦存进新的记忆 会模糊一些旧的记忆 有些人好久不见 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 面容和声音 但有些人对你而言 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你不想忘 也忘记忆了 她出现在你的梦里 你的心里 不管过了多久 有关她的一切始终清晰 想起来依然动容 只是有点可惜 想念是没有声音的 如果有的话 此时此刻 那一定是我真的好想你 幸好思念无声 否则震耳欲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